前往福州 今天上午 本台记者登上了三明北开往福州的首趟动车组 随车进行采访 亲身体验了动车 风驰 电车般的速度 与众多旅客一起见证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距离首趟动车组第6541次列车出行还有近一个小时 动车组后车室已是热闹非凡 不少旅客满怀期待 早早来到后车室等待首趟动车组的开行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48分 那再过大约5分钟的时间列车就要进站了 旅客也早早地在这边排好了队 等待列车进站 上午9点53分 开往福州的第6541号动车组 缓缓使进游西火车站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三明北 是发开往福州的动6541次列车 那么马上呢 我们就要踏上这趟列车 开始今天的体验之旅了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动车上的景色 动车组停靠两分钟后 驶离站台 记者在车上看到 列车启动时运行十分平稳 如果不是看着窗外 几乎感觉不到列车正加速运行 每节车厢两端的显示屏显示着列车前进的时速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过10分 那列车使出游西站已经有将近15分钟的时间了 虽然现在列车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将近200公里 但是我现在坐在车上的感觉依然是很平稳 而且呢 也很舒适 我现在随手啊 拿起一瓶已经喝过一点的矿泉水 现在呢 我把这瓶矿泉水放在我面前的小桌板上 那么大家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 矿泉水的这个水面啊 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坐在宽松整洁的车厢内 窗外的仓幅铁路 宛若一条缎带 穿过群山 一路飘扬 沿途美景 尽收眼里 那么透过窗外的景色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隧道里面 那这条隧道呢 就是淡云山隧道 也是游西到福州比较长的一条隧道 那边上呢 就是我们游西著名的景点了 龙门场 古银杏林 速度特别快 边上的景物刷刷刷就过去了 非常的激动 这个心情 这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游西真的要花展了 要大花展了 冬圈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啊 你有没有看外面的风景 有 漂亮 漂亮 爽啊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好 也是手滑 过来感觉这个都很好 以手势体验 首先的话我觉得快吧 首先如果说比起平常的代表来讲的话 这个也实惠 这是我觉得最实在的一地方 为了配合高速行驶的列车 车厢内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简洁流畅 比如说这个行李架 比如说这个座椅的设置 那么在这个可以容纳将近90个人的车厢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显得非常的宽敞 在车厢的洗手间内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性化的设置 比如说这个电源插座啊 比如说这个踏手指啊 还有感应水龙头 洗手液等等 快是动车给人的第一印象 舒适是动车带给旅客的最大享受 在看过了列车上的一些基础设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列车上的服务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 这趟列车上的一位列车员 你好 你好 您可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列车上的一些 你们所需要做的一些服务的项目 我们列车上做服务是开车以后 我们要行试车厢 然后整理行李架 那个怕行李划伤 然后划掉来划下来 然后那个扎伤旅客 然后我们要做一下口头宣传 然后宣传 让旅客注意一下车上的设备设施 以免那个就是误碰 或者是停车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那个 先让他们到那个 用打开雪的时候 让那个打车 不要超过三分之二 以免烫伤 然后告诉他们 那个每间车上都 那个车门口都设那个 那个垃圾桶 然后把垃圾桶放在垃圾桶里面 吃喝拉萨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都解决好了 旅客自然会感到舒心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55分 那么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州站 整个旅程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快捷 这个是因为 现在让我们能够站起来 他们到合幅了 也要看一下 我们就为自己的车程 那么快捷